哈喽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三款直播设备中的其中一款 也就是Ogato的4K60 Pro MK2这款采集卡 这也是Ogato最新的PCIe接口的采集卡 所以它才能做到近乎零延迟的采集 顺便一提 你们刚刚看到的游戏画面 感觉有点卡并不是因为这个游戏卡 也不是因为录制出来的视频卡 而是因为我整期视频都定在4K24帧 要和我的相机同步 所以说这个60帧的游戏画面被我压述到24帧 在这里还是建议大家做up主 特别是对直播录制有要求的 最好选择这个PCIe接口的采集卡 不要用这个USB接口的采集卡 这就意味着 如果你要用这个采集卡 必须选择大机箱大主板 正因为如此 这期视频搞了快两个月才做出来 非常的尴尬 这期视频我11月就开始拍了 你们也知道我之前的电脑是那种ITX的迷你机箱 它只有一个PCIe插槽 它是不可能同时插型卡和采集卡的 而且这款采集卡 它是没有办法脱离独立型卡工作的 我也有试过不插独立型卡 直接把采集卡插到电脑上 用CPU纯编码来录制4K60帧的画面 发现根本不可能 无论是Core i7还是Core i9 都没有办法应付这个4K60帧的采集 你必须搭配英维达GTX1660以上的显卡才可以 因为从27显卡开始 英维达加强了NVNC的编码 这个功能也下翻到了GTX1660级别的显卡 那么1650是不支持的 英维达还和OBS合作 加强了新的N卡在OBS上的性能表现 总的来说 当你的电脑拥有GTX1660以上的显卡 即便是配上Core i5 10400F这样级别的处理器 也能通过这款采集卡的稳定录制4K60帧的画面 而且CPU占用率极低 不过如果你只是直播的话 可以不用到N卡 因为直播一般都是1080p60帧 然后6000kbps的码率 这样的话用纯CPU编码X264就够了 因为直播的话 在低码率下 X264的表现会更好一些 我现在就是用CPU来直播 然后用英维达的录制高画质的视频 如果你只是想录制PC游戏 而且都没有第二台电脑 没有必要买这个采集卡 用软件的录制本机的游戏就好了呀 如果你想直播录制PS5 Xbox 3X NS 或者说第二台电脑做推流机的话 那么呢也可以买这个采集卡 关于采集卡的选购 如果你有4K需求的话 可以考虑这一款产品 或者说云干的GC573 如果你想要USB接口录制4K的话 可以选择云干的GC553 那个呢最高支持4K30帧 如果你只是录1080P视频的话 可以选择云干的GC570D 或者GC551 或者Ogato的HD60 Pro 或者HD60S加 为了这个采集卡呢 我迫不得已换电脑了 说实在还挺舍不得之前的ITX迹象的 我把8核心8线程的9700KF 换成了8核心16线程的5800X 我用了十几年的英特尔 这次还是第一次用AMD的处理器 主板的话倒是不好选 我一开始选择的是微信的B550排击炮 这个排击炮的第二个固态插槽呢 还有第二个PCI-E插槽呢 是冲突的 你不能两个同时插 你只能二选一 这也是微信的主传方案 你会发现微信的B550系列全部都不支持 也就是说假如你像我一样 有一个显卡 两个M.2的固态 然后一个采集卡 总共4个PCI-E的设备的话 就不要选择微信的全系列B550主板 如果你只有一个M.2的固态的话 那就可以选 没有什么问题 也就是说如果你只插一个显卡 一个固态 还有一个采集卡 这三个设备的话是可以的 后来我又花了三天的时间去选新的主板 把每个厂商不同的型号 二上四本说明书全部看了一遍 最终定在了这个华硕的B550F 这款主板虽然没有前置的Type-C口 有点可惜 不过其他方面都是挺好的 它拥有非常好的供电 网卡 生卡 做工也是挺不错的 而且它PCI-E通道的Switch规则也是挺好的 首先B550和X570一样 第一个M.2的固态插槽 还有第一个PCI-E的显卡插槽 都是CPU直连出来的PCI-E4.0通道 换句话说 这两个插槽都是直连CPU的 而且还是PCI-E4.0模式 那么B550和X570最大的区别 就是CPU到芯片组这一条 B550是PCI-E3.0 byFord X570是PCI-E4.0 byFord 在B550F这款主板上 假如你用了第二条M.2的插槽 那么你的SATA5-6接口将不可以用 不过你还有其他四个SATA接口可以用 第二个PCI-E插槽是工作在PCI-E3.0 byFord的模式 那么在旁边你还可以看到有三个PCI-E byFord的接口 假如你用了这第二个型卡插槽的话 那么这三个小的将不可以用 假如你用了这三个最小的话 那么这个最长的只能工作在PCI-E byFord的模式 也就是说一个长的还有三个小的 在两者之中二选一 而卫星的B550主板就是假如你用了第二个固态插槽 那么第二个PCI-E插槽是用不了的 而这个采集卡必须插在这个最长的PCI-E插槽里面 工作在PCI-E 2.0 byFord的模式 除了这款主板还有几个主板值得推荐 一个是技嘉的B550小雕破 一个是卫星的X570战斧导弹 然后技嘉的X570精英版还有大使版都是值得选购的 我刚推荐的主板都是可以同时插一个显卡 两个固态一个采集卡总共四个设备的 还有更多同时支持这四个设备的主板 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毕竟这期不是主板的选购视频 为什么第二个固态插槽那么重要呢 假如你也是做up主 有录制还有剪辑需求的话 必须搭配两个固态硬盘 一个固态硬盘是装系统装软件的 然后第二个固态硬盘用于存放录制的视频 还有Premiere的一些Cache Scratch还有项目 你不要把录制的软件剪辑的软件 还有这些项目缓冲全部都放在同一个盘里面 你这样的话可以负载均衡 让你的剪辑视频更为流畅 而且当你的硬盘的吞吐量并不是很高的话 那么这个负载均衡就很有用 特别是Premiere 它每秒都会对这些scratch进行3000次的调用 我的主系统盘 倒是选择了一个速度非常恐怖的PCIe 4.0的固态 你可以看到它4K随机读写的IoPS 是有多么的恐怖 还有就是现在这种PCIe NVMe NVMe 2的固态硬盘 它和SATA接口的固态硬盘差价并不会很大 你可以看到现在700多块钱 就可以买到三星的OEM盘1TB的 而且还是3.5GB每秒的读写速度 更差一点 SN5501TB也才600多块钱 当然了 你第二个固态硬盘也可以不用M.2接口 可以用SATA接口的 虽然说SATA接口最大的速度只有500MB一秒 不过现在SATA接口的固态硬盘 并没有体现出太大的价格优势 不过至少它对主板的选择并没有那么苛刻 对的呀 如果你第二块固态是SATA接口的话 那么你就不用费尽心思去考虑这款主板 值不支持了 也不用费尽心思去看说明书了 因为这种几百块钱的主板就可以完全支持了 这个采集卡确实是可以稳定录制4K60帧的画面 而且码率还很高 近乎做到零延迟 但是刚开始录制的话 你会发现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就是左边的这个录制窗口 你会发现颜色很鲜艳 但是右边直出到显示器的色彩就非常的淡 后来研究了好久 我才发现是因为XPOS自动开启了HDR 也就是游戏式HDR模式来运行的 然后这个采集卡也是默认采集HDR模式的 所以左边的画面是HDR模式的 那么当我右边的显示器开启HDR之后 画面颜色都一样了 当然了4000价位的HDR都是为HDR 所以说我还是把HDR给关掉吧 刚开始的时候你还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启动游戏的时候会黑屏丢失信号一下 这个也是因为HDR造成的 只要你把主机游戏显示器的HDR通通关掉就好了 那么目前市面上最好的入资软件只有两个 一个是Xsplit 一个是OBS 这两个我都有在用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这OBS如何添加这个采集卡 其实还是非常容易的 首先添加一下视频薄荷设备 然后输入一下名字就好了 那么接下来的设定要自定一下 设定一下分辨率帧率颜色空间 设定好之后你就可以正常直播录制了 那么关于OBS的进阶教程 我打算未来会出一期视频 这期就先不讲了 感兴趣的粉丝就可以关注我订阅我的频道 未来的第一时间就可以收看到最新的教程了 那么从今天开始 我未来的直播录制都会用这个采集卡完成了 想看实际性能表现的观众可以期待一下 由于我手头没有云干的GC武器上没有办法来做对比 所以说我也很期待云干的GC武器上的表现 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的Ogato 4K60 Pro MK2 它可以录制4K60 HD20的画面 还可以还出1080P 240帧或者2K 144的画面 两个HDMI 2.0的接口 单板也可以更换 我也挺期待这一款新的采集卡是怎样的 比如说带HDMI 2.1也好对不对 不过呢 Ogato它最近没有芯片的计划 总的来说这款采集卡还是很不错的 不过呢 稳定性有待考验 因为我才刚到手没有多久 我需要测试更长的时间才知道它的稳定性如何 目前使用体验呢 还是挺好的 画面挺稳定的 稳定4K60帧高码率的入资 然后直播呢也同时进行 好的 那么呢本期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 不妨点个赞加个订阅哦 也不要忘了点击订阅按钮 旁边的小铃铛 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最新的视频了 欢迎大家加入UP组的电报群QQ群还有Discord 关注下IG Facebook还有Twitter 加群方式还有视角链接呢 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的警戒里面 好的 那么呢咱们下期再见